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7日,NBA常规赛,巅峰一战,胡仁和猛龙的对抗已经到来了。 这两支球队是过去两年的总冠军。 本场赛前,胡仁迎来最振奋人心的消息。 老大詹姆斯放弃了在洛杉矶优越的治疗条件, 选择跟随球队一起出战七连课场之旅,并且在入场的时候, 勒布朗已经脱下了他的保护靴,这意味着他的伤势恢复,出现了巨大的进步。 詹姆斯的临场督战,明显给胡仁带来了巨大的帮助。 开场之后,他们全队火力全开,一波流,打爆了猛龙。 近期刚刚回到先发的小加索尔,面对老东家,更是打疯了。 他第一截,只用了七分钟,就五投四中狂轰,九分五个篮板,和两个助攻。 一己之力,打爆猛龙。 庄神德·拉蒙德的到来,给小加索尔,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现在他终于回到首发,也是越打越好。 本场开局胡仁的,第一次进攻,就是小加拿到进攻篮板。 助攻库兹马,三分轰进,很快猛龙也是同样中,投给出回应。 特伦特也是三分命中,小加索尔,上篮打成。 双方开局,打成五比五。 此时波普,又中一个追身三分。 库兹马火速反击,上篮命中,随着波普的两罚权中。 再加上,大莫的三分,胡仁火力全开。 小加索尔,甚至有一个超高,难度的后仰中投。 双方进入第一次暂停,胡仁17比12领先。 而且暂停回来,小加不仅自己,助攻大莫里斯命中。 他甚至还有一个,前场篮板的补篮,和一个追身三分。 胡仁打了七分钟,取得28比15领先。 小加索尔一个人,砍下9加5。 猛龙又被打停了。 后续胡仁,还在延续手赶。 大莫又是一个,跟进三分。 卡鲁索的三分眼中,34比17,胡仁最多领先17分。 而且开场之后,他们的三分十中七火力惊人。 2分24秒,第一节的意外出现。 当时胡仁,还领先对手14分。 场上发生冲突,胡仁自己出现失误。 猛龙反击时,施罗德,为了阻止对方的上篮。 直接用一个比较大的动作,把对面的阿努诺比给拉下来了。 但是这个球对面被拉下来时,施罗德也保护了他一下,没让他摔倒。 结果阿努诺比却不领情,一把把施罗德给放倒。 小黑被对方掀翻。 双方也是发生大规模冲突。 哈雷尔上来推人,特伦特也上来劝架,两边纠缠和扭打在一起。 最终三个裁判,在看完录像,回放和商讨之后,直接把施罗德放倒的阿努诺,比被驱逐。 上来劝架的时候,导致事态扩大。 狠狠推了对手的哈雷尔,也被驱逐。 显然胡仁损失更大。 他们目前阵容里的第一号折分能手,就这么被驱逐了。 詹姆斯也冲上去,带着七个胡仁队友家,大帅沃格尔,直接给裁判施压。 当场质问裁判,为何要给出这样的吹罚? 他非常不满。 这个插曲结束之后,第一节胡仁,最终取得40,比28的领先。 全队3分,13头9中打疯了。 小加索尔,9分6板3主攻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